新冠狀病毒有甚麼路可以令我們快點去到零感染呢 快點解決這個問題呢 今早早我們找來我們的教授袁國勇教授 因為他剛剛今天在明報也有一篇文章講述這個問題 早安教授 早安教授 你今天的篇文就叫做 《盡檢輕病求診者,堵塞高危控制點》 其實英文是你自己寫的 是你兩位同事李欣和龍鎮邦幫你翻譯做中文 所以整篇文是你自己親手寫的 是的 不如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怕大家未必有時間看完整篇文 重點是否輕微病者強制檢測的問題 沒錯 大家要明白 其實如果我們每一個戴著口罩 永遠見到人都不會脫戴口罩 其實冠狀病毒應該一早成名 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原因是因為不是各個市民都真的跟著做 但去食肆的時候 或者酒吧等等的地方都會脫下口罩 於是就在社區裡有人性傳播鏈出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唯有你就用撿漏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病症病狀 你立刻是接受化驗 那一會兒就立刻你的密切接觸者全部都進行隔離 然後你才可以清理 這個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現在全部都在大爆發中 那香港是否可以沒有第四波呢 每個人都覺得差不多所有專家都已經有第四波了 但其實不是一定的 如果我們真的做足所有東西 能夠在最早的時候 即是未開始的時候做 其實第四波不是一定會來 就算來都不會好似第三波那麼猛烈 那原因就是因為你真的做足所有的東西 但現在問題就是我們很多洞 那這些洞就其中一樣 包括就是那些工藝控制店 那些措施沒有辦法落實到 那大家如果這兩天去的食肆到你都看見 又是人山人海 根本就沒有人理那些所謂政府給的指引 那也都政府就要明白有成萬幾個食肆 你叫政府怎麼可能 就是每一個每天就不停看著巡查島 就是酒班有12個 那所以我相信唯一就是 就是除了要希望業界真是為香港好 做足這些工藝控制店的措施 其中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希望所有醫生 無論是政府的或者是私家的 都是願意合作 將所有有病徵病狀病人 都是將他的心後抬疫送去發炎 以致我們可以及早診斷這些 抗診病人出來 以致他不會再在社區散播病毒 那關於那些輕微病徵在你篇文章都有提及過的 其實就好像其他的感冒一樣的 譬如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水 但你有講到喪失臭閣的 是 喪失臭閣這也是一個特徵來的 沒錯 其實這個基本上流感或者雙風等等的病徵病狀 和新冠病毒感染是一跌分別都沒有 除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喪失是和新冠病毒感染是幾有關係 但很可惜這個病徵在絕大部份的新冠病人都是沒有的 是一小部份病有 所以可以基本上說就是 基本上所有有流感病、症病狀或者雙風感冒的病人 他們都應該接受新冠病毒的檢測 因為其實根據那個臨床是訓不到他們 剛才你提到的特徵 因為我們之前跟蔡堅和其他醫生談 他們很擔心會不會大部份來看的病人都中的 那究竟政府是不是有這樣的資源、能力逐個都驗呢 那你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擔不擔心病人和醫生中間的信任 好像你一來 我就將你的資料交給政府 那如果大家不敢去看會不會更麻煩呢 譬如這兩個問題你覺得怎樣看呢 第一就是你看回所有的數據 如果我們用私家醫生他們的流感檢測的數目 我們說現在每天是說二、三千而已 於是政府根本完全沒有問題可以做到這個檢測 政府現在能夠檢測數目可以上萬 所以這個根本完全不是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醫環關係 是 大家明白就是其實我們已經在強制檢測所有在機場 或者是迫擊回來的人了 那個是完全是即刻就已經這樣做 事實上那個機場或者其他地方檢測 是說得0.35%是陽性的 但是你看看私家醫生送你的樣本 是0.8% 其實你機場檢測的效用 比起你有病症病狀 看私家醫生的出來的比率 還低很多 低成差不多一半 所以你看到就是 去看私家醫生有傷害感冒的病症病狀進行檢測 那個陽性比率和有效性是高很多的 而醫療關係方面我們經常都講就是廢結核 其實每一宗懷疑不需要確診的廢結核 所有醫生都有責任通知衛生署 即是廢勞 是廢勞 你懷疑已經可以了 你可能肺有些影 或者你甚至只是你咳了 有痰 朝過三星期有少許血絲 你不願意要廢勞 醫生都有責任通知 懷疑你是廢結人 因為你有盜汗 有體重減輕等等 你就可以通知衛生署 可能出來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這個通報機制一向都在 大家客觀看 事實上每一年我們廢結核是三四千種 但我們新冠病毒感染已經五千種 新冠病毒傳染性高過廢勞很多 而且它引起一個全球性的大爆發 在香港隨時都會大爆發 那它死亡率其實比起廢勞 是廢勞的大約一半左右 那都是很高的 即是你說廢勞是三到五百分 它是說二點幾百分 這個情況大家就不應該覺得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相信政府和所有醫療專家 只要是由市民介紹 我想市民一定會接受 這個不會成為一個醫療關係的大問題 和當明年的營料到達後 根本就不需要再有這個機制 那一定可以有日落條款 你認為有什麼病徵就需要轉交給政府 因為我之前跟不同的市家醫生談過 會不會進來七八成都中那個 那真是很大量的病人要拿給政府去看 我相信也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到這件事 如果你有發燒 麻煩你真的要驗 即是你解釋不到發燒 譬如反過來 如果那個人已經是 直接有小便 即是我們所謂膀胱炎的病徵病狀 而而去發燒 那它說你明知它小便赤筒等等有發燒 那你解釋不需要驗 我們講的是unexplained fever 即是解釋不到的 最普遍都是一些急性的呼吸都平到感染 第二就是如果你喉嚨痛 流鼻水 咳咳等等這些病徵病狀 可能你可以設一個時間 就是四十八小時 它已經有兩天是這樣 那你做很多事要幫它驗 於是那個數目又不會太高 那你看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開頭你可能二千多每日 那如果你後來覺得政府今天做得來 我們可以再放寬些 可能二十四小時總之你一來 我就現在驗你看看有幾多 那這個可以大家adjust的 是可以很flexible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市民接受 私家醫生政府也合作做這件事 那香港是不需要有第四波 亦都有機會是清零 亦都社會經濟活動 社會經濟活動 都不會因為這樣太受影響 阿嘉授你有看好關心的 就是因為是冬天流感的問題 如果是那時候還沒有這些措施 就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你認為這個措施應該 你如果要落實 不要遲過幾時呢 我覺得就現在這個冬天來臨著 我們一向見到那個用流感的情況去預測 因為我二月的時候我一早說 就是預測香港如果什麼都不做 有20%的人受感染 換句話140萬人就因為這樣會感染 然後有很多會入醫院而死亡可以去到14000 那這個情況其實在紐約市就發生了 完全發生了 那證明這件事就是香港如果我們不去落實 做足現在的措施 那可能我們因為各個大口罩 會怎樣都好過紐約市的 但是都不會很好的 就是你各個情況都是會差的 但是於是講就是這個強制檢測 如果真的要做是什麼時候開始 那必須就是你那個爆發未來的時候 因為爆發來了的作用就小很多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就是 我們今天看到的事都是14天前已經發生了 那你追著那個疫症的增速 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是一個索的做法 那我們提出一件事就是 你最遲最遲落實這個措施 應該就是你每日不多過三宗的時候就落實了 就是譬如你都說你已經每日有三宗 是完全找不到那個源頭在哪裡 互相之間沒有這個流行病學的聯繫的時候 你要好小心 就是要找到三宗 就是有超過三個隱性傳播鏈在社區已經發生著了 為什麼三宗這是怎麼定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在三四月那一波的時候 那一波就是一千人左右 但其實七成都是在外地回來的 只有三成是半土的 那次整個疫症的波幅 最高一點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全香港當時只是有三個源頭不明 沒有任何流行病學聯繫的確診個案而已 三就是那個數目應該 那我看那條curve在衛生署他們定出來的 那我看應該的number在三那裡 可能是四都不定 但是都是在那個range那裡 那我相信如果我們真的要做這件事 當你有超過三個找不到聯繫的 你就會開始了 沒有等太遲 因為如果你超過這樣的數目 譬如好像在七月那時候那麼嚴重的時候 你差不多就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將所有學校停課 全部上班的那些盡量在home office 你所有的社交活動全部停了 然後又堂食 然後那些人又吵得很緊要 沒有地方還不吃飯等等 那些全部會再發生的 那麼我們現在希望就做到 我們不需要再收緊這些防疫的措施 以致那個經濟活動不會太大傷害 那現在政府要做它不需要有新的條例呢 它已經有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可以做的了 我不是法律的專家 就是要其實民間政府 好似下去它已經有一個框架 是可以做得到問題的那些 實質的法律的條文等等 是應該怎樣去運用呢 這個就要民政局 但你知不知道他們現在去到什麼階段 因為早前他們見過那些私家醫生代表 但見完之後就好像沒有什麼進展 你知不知道去到什麼階段呢 我再說一次就是我不是那麼知道實際他們的運作 我這次是給了一個科學的意見給他們 他們跟著怎樣落實呢 就不是我有能力可以知道的 是的現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他是說服到市民的 我們當然是順利說的 如果這樣做可以幫我們盡快回復正常 另一個大家這次正在談及 跟新加坡的旅遊氣泡 你覺得這個時候是否適合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呢 我相信新加坡他們有機場的員工鎖診 我們自己都未是真的清零 這令到這些所有的起泡 跟哪裡的起泡 你都不會那麼容易進行到的 譬如內地 我很久之前講過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 不是我們怕別人 是別人怕我們的人進去 我講過很多次 全部都是外來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落實所有高危控制點 那些針對性的措施 以致我們將我們社區的傳播鏈完全暫脫 暫時我們真的未做到 似乎新加坡又不是很介意 因為你知道新加坡很積極的 除了找我們 找到很多不同國家地區 他們又好像不介意 大家都有一點確診 不過不是太嚴重的 那就做吧 於是我們就相信那個檢測 就是你未上機之前 你檢測了 去到又再檢測 如果你很相信這兩件事 它的危險性是低的 當你本身社區感染的個案是很低的時候 但是對於一些地方來講 譬如內地 基本上沒有的 它除了在新疆 即是在邊境的地方 在內地的地方 反而有很多地方 它說驗來香港 沒有去印度 都全部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真是內地 用這個很嚴格的方法 可能大家未必這麼接受 但它真是有效 它真是做得到 如果真是做一個強制的檢測 有輕微病症 你自己在哪方面最擔心 最後做得不好 或者執行的過程有問題 最後都是執行有幾多落實 譬如你看回頭 其實私家醫生和市民在7月的時候 因為漏感病症病狀 檢驗上了80% 所以完全做得到的證明 香港其實是做得到的 問題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覺得需要做 7月的時候 有一個恐慌的因素在 很多人很害怕 於是市民當然要求醫生幫他檢測 醫生看到市民也要求檢測 醫生也不會反對 因為那時候如果真的 他不幫他檢測 而真的確診 他們都不想有任何法律責任 同意同意 我們又找回局況 陳潮氏的變態究竟現在談得如何 這個強制檢疫 有病症不是全民強制檢疫 今早先多謝袁國勇教授 我們自己可以做的 如果真的現在有病症 雖然現在沒有任何管制 自己都應該盡量去檢測 不要怕